编者案 好像一个女人从出生到成年,再到今后的结婚生子,都要被父母所左右,成年之前,一个女生必须要安分守己,做一个好女儿,成年之后,第一次谈恋爱,却依旧被家长判定为早恋,好不容易大学毕业,参加工作了,又开始被家人逼着结婚,生子,好像结婚必须要跟生孩子挂钩,当一个女人恋爱次数多了, 会被男性说成不老实,不守不道,不靠谱,而如果一个女人过了三十岁,成为了一个大龄圣女,依旧选择不婚,更是会被身边的亲人,朋友,不相识的陌生人说成, 你看,这个女人年纪这么大还不结婚,肯定十分挑剔,或者身体有问题,让男人不敢靠近,而这些,只不过是女性被不平等对待的其中一小部分, 女人本就有权利为自己的人生做主,为自己的感情做主,女人,可以说是这世间最美好的事物之一,美丽,可爱,知性,成熟,充满魅力,所有美好的标签,都能够被用来形容不同女性身上的优点, 而作为一个明星,四十七岁的于飞红,却成为了大多数女性追捧的女人,也成为了大多数男人所仰慕的女神, 为什么于飞红,做演员,做明星并不怎么被人熟知,但却因为与斗文涛,冯,唐等男性聊天的对话,被越来越多人追捧, 其实,于飞红就是所有想要追求独立,自由的女性们的一面镜子,也是一面渴望而不可及的镜子, 一,四十七岁,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年女人,而四十七岁依旧未婚,在大多数人眼里,一定会是这个女人如怪胎,怪胎于飞红, 在很多人都认为于飞红都是怪胎的同时,却一样有很多人十分羡慕她的洒脱,知性, 敢于追求自己的自由,爱情,独立,一个女人什么时候最美,认真,知性,美丽,谈吐优雅,精神丰富, 而于飞红身上,恰好集合了这些所有美好的词汇,美好的优点,试问,如今有几个女人, 敢于去为了等待真正的爱情,而一直到四十岁以上还不婚,几乎没有多少,我身边有一个朋友,三十五岁,女性,她就十分独立, 无论是人格上,精神上,经济上,都十分独立,并且十分优秀,她跟我们的说法是,我不是不婚主义,我只是在等待着属于我的爱情, 能够让我一瞬间下定决定嫁给她的男人出现,而现在,她并没有出现,我可以恋爱,可以与人谈情说爱,谈天地,谈理想,但他们却并不是我真正想要嫁的男人, 而于飞红的状态,其实就是对自己有着很清醒,很清晰的认知,她在等待,等待属于自己真正的爱情,哪怕心中已经四十七岁,于飞红的精神世界,十分丰富,这也是大多数女人,都达不到的一种境界, 二,很多女人,在面对性的时候往往羞于其耻,而大多数人,尤其是一些长辈,对于性的认知,就只限于,结婚后,才能有性,结婚后,性就要生孩子,这是一种很奇葩,很没有自己思想的观点, 每个人其实都是独立的个体,每个人也都有他们各自追求幸福的权利,女人同样可以大方地去追求自己的所想,所求, 而面对性时也同样如此,一个四十岁以上的女人,应该如何在生理需求与婚姻之中找到一个平衡呢,于飞红其实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,得知我性,失知我命,这是一种洒脱,释怀的态度,这是一种大智慧,精神世界足够丰富的于飞红,自己就足够与自己进行一次精神上,生理上的对话,试问, 如今有多少女性能够做到这种境界呢,真的不可能,甚至不要说四十岁,哪怕是三十岁还没有结婚的女人,可能都会被家人,被周围的人视为怪胎了吧 三,不幸的婚姻倒不如一个人洒脱的单身,两个人的孤独,要比一个人的孤独更加悲哀,正如于飞红所说,婚姻里面,两个人的孤独,真的是一种悲哀,有多少夫妻,是结婚之后面临着一种无性婚姻,无爱婚姻的困境,这样的婚姻,其实更是一种折磨,倒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单身潇洒,自在, 所以,在选择婚姻,则偶这件事上,总会有那么一些人,宁缺无奈,我只想要我喜欢的,属于,我的,适合我的,无论等多久,我都坚信它会出现,哪怕最后不出现,我也不后悔,因为并没有适合我的,结婚后才发现两个人在一起是痛苦,如果提前知道这样的处境,你还会选择结婚吗?恐怕不会吧? 今日禅物,女人是这个世上最好的礼物,最美好的事物,她们值得拥有好的爱情,婚姻,她们也应该为自己的理想,梦想去做出追求,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爱情,独立,自由,婚姻,难道不是吗? 其实于飞红之所以被越来越多的女性赞成,只不过是因为于飞红做出了那些女人所想,而不敢做的事情而已,如果是你,你会像于飞红一样,无论年龄多大,依旧也要等待着属于自己的婚姻吗?文中图片选字网络,文字原创,亲权必究 感谢观看